他喜欢开玩笑 也喜欢帮助别人 古天乐 张学友 莫文蔚 张博之 都受过他的提携 他很喜欢别人叫自己哥哥 因为这种说法很亲切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乐观热情的人 却在2003年的愚人节 一跃而下结束自己的生命 人们在震惊之余又有一个疑问 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为何要自杀 尽管有经纪人陈淑芬的澄清 可大众仍然不愿意相信 区区抑郁症就能轻易摧毁一个人 有人怀疑哥哥人戏不分 把自己活成了陈迭一 还有人拿他的原生家庭说事 而今天阿欢要给大家说的 是一个被误解的张国荣 张国荣虽然有缺点 可他的性格没有大缺陷 如果有缺陷的话 可能就是他的原生家庭 张国荣父母关系很差 一点都不关心他 但六姐对他极其宠爱 他入行全家人都不赞成 只有六姐借钱给他 甚至张国荣成名后 都是跟六姐住一起的 张国荣尊重女性 关心女性的性格 都跟六姐对他的影响密不可分 在片场的张国荣 甚至是有些调皮的 拍《倩女幽魂》时 梁家辉在片场观摩 张国荣还跟徐克开玩笑 你对我哪里不满意 找一个影帝盯着我 拍《霸王别急》时 他穿着戏服唱 暴风一族 张国荣和唐先生在一起后 性格变得更加随和 不苛求自己 如果不是疾病突然造访 阿欢相信他的后半生 肯定会很幸福 在事业上 张国荣虽然经历过低谷 可爱他的人那么多 这极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以至于张国荣自杀后 大众对他有诸多猜测 这么好的人 怎么就不愿意活了呢 这其实是观众对他的误解 张国荣性格里 确实有忧郁敏感的一面 可他并不像陈叠一那样疯魔 相反 他本人有着强大的意志 他的死是因为抑郁症 可自杀不是他的本意 因为他患上的抑郁症 太折磨人了 张国荣的病来势汹汹 别说身边人了 就连他自己都相当意外 这种抑郁症 是因为脑子中的化学激素 分泌不平衡造成的 他就像是突然停摆的钟摆 身上所有的斗志和活力都没有了 尽管他积极配合治疗 可抑郁症发作时 给他带来的痛苦 别人难以想象 情绪低落 失控 胃液反流 喉咙红肿 全身剧痛 他甚至连自己的手脚都控制不住 有时他的情绪突然高涨 紧接着又会跌到谷底 不仅精神上受折磨 身体也跟着垮 尽管身边人都安慰他 开解他 这种安慰本身就是一种压力 他用了他最大的努力来抵御无常 可他最后还是失败了 陈凯歌接到张国荣去世的消息时 曾经感叹说 这不就是陈碟一吗 可张国荣跟陈碟一一点都不像 我不希望做陈碟一 我的意思是说 我本人不希望做他 因为我老是讲我比他幸福太多 哥哥是出了名的入戏快 出戏也快 他更是将艺术与生活分得很清楚 舞台上的他大胆又深情 电影中的他脆弱又坚强 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遍的戏不行了 生活中的他却礼貌又简单 人们喜欢用荧幕形象来定位他 可事实上张国荣从来没有本色出演 他只是将感情赋予了角色 张国荣走了 只留给世间起立的梦 对他的解读可能还要延续很多年 他活着的时候就是传奇 死了之后依旧有那么多人爱他 这就是张国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